Hello 大家好 我是厚宜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最近大陆出现了一个很火红的名词 僵尸企业 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僵尸企业 郑道工正宇教授他在《能力》杂志上面有提到 他说其实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房地产泡沫之后 失落十年所出现的那些管理不善 基效不佳 需要靠政府资金和银行贷款存活 消耗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企业 僵尸企业这个词虽然开始在日本 但是在美国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也重新出现 现在大陆钢铁煤矿业也面临了全球的需求大减 大陆的经济缓慢 再加上股市大跌 企业的利润下降 产能过剩的问题又被再度的凸显出来 形成大陆严重僵尸企业的现象 而产能过剩不但对大陆的经济持续严重发生干扰 其实更是对经济体系的未爆弹 因为消价竞争的结果 将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 加重了全球原物料通货紧缩的压力 其实台湾有许多的企业也因为全球的经济持续低迷 加上红超兴起出口持续的下滑 也面临了营收与获利不断的减少 而且还没有办法找到转型升级的方向 只能抗老本或者是向银行周转维持 形成台湾版的隐形僵尸企业 其实我们在看大陆僵尸企业问题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要正视台湾本土版的僵尸企业的问题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么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